所以真的好想 我其实跟采杰的感受特别相似 我觉得其实艾薇一直有一个恐惧 她对那个面对死亡和生病 对她来讲是个深深的恐惧 比Lisa自己更恐惧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恐惧 时时刻刻地侵扰我 所以我要坚定地跟你分开 可是当时一个恐惧出现的时候 艾薇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此时此刻 我就是想待在你旁边 只要你度过这个年冠就可以了 她在那一刻直面了这个问题 她突然间其实意识到 我其实是做好准备要跟她在一起的 我觉得艾薇其实一直缺一个台阶 这个事情就给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或者台阶 但同时我也能够去理解 艾薇的那种恐惧 以及到最后真的 这个爱就是战胜恐惧的 对 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一些 生老病死的事情 其实到最后是一个人承担的 对 但是就是在刚刚那一刻 我觉得当面对很多很多 最最最最的人生中 你自己都无法去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爱着你的人 然后他愿意陪伴你 然后一起来面对 我觉得那个温暖感是很强的 我记得易老师还说了一句 他说丽莎姐没有爱错人 我当时听到了 我就觉得好感动 真的丽莎没有爱错人 这个人是有担当的 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分手 可以交付给他 把自己 但实际上他不会放弃你 他不会在你关键的时候 把你抛在一边 他会为了抢救你 值得性格 让你活下去会用尽他所有的力量 非常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在看 丽莎跟艾薇的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丽莎为什么要 对她这么好 然后她又这么转 现在她有资格转 对 所以我经常会觉得 感情的复杂性就在哪里 有的时候你会很恨这个人 你就觉得他什么什么什么不好 可是你转头 其实你又会想起 他什么什么好 而且那个不好 常常也是因为爱 对 艾薇哥就是这样 他觉得他的不好 就是因为你对自己身体不够好 对 是的 特别是凌晨五点钟 其实郑冰代表 时时刻刻在关键 对 没错 就他已经成为了一种 自己的习惯 而且我觉得夫妻常了 真会有这种感应的 明明你睡得很熟 然后你身边的人 很轻很轻地起来 对 但你会突然间惊醒 也有一种是在医院 长期陪床的专业训练 是 是的 是的 对 还会有这个 而且我觉得这一集一头 最棒的一点是 他要对照早上那一整段来 你想他们早上 两个人为了拉近关系 就是你早上花这么多心思 然后什么敲门 送早餐 都是花巧 对 在那一刻 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 会觉得很惊喜就是 人其实总有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猜到的 对 我们所有人给的 所有那些所谓的专业建议 在某些时刻都是苍白的 你们有比这一切更强大的力量在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感动 你想就是 费尽这么多的心思跟建议 其实最后一刻 其实你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些 这一段真的是太治愈了 高光时刻啊 艾薇哥其实是总结得非常到位的 叫做林丹妙药 林丹妙药 不管是对他自己也好 还是对丽莎姐也好 对 对 他说出那一句话之后 他自己其实都松了口气 开心死了 对啊 艾薇哥这个人很妙 你看他前面嘴硬的要死 我怕他有别的想法 怕他误解 然后结果他一讲完之后 主动先跟你讲 我刚刚讲了林丹妙药 就是否认的也是他 到处宣传的也是他 没错 对 他这个人挺可爱的 因为他看到他消退了 他有点自豪 开心了 然后我另外一个 我很感触的一个段落 就是你看 宋林丰一听到他们不离婚的 那个整个开心的往后倒 很好就是 他是真心为了别人的幸福 会快乐的 是 我觉得小宋的内心是美好的 我觉得 宋林丰的很多细节